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这个月初土团党马张国会议员袁怀哨在国会上辩论人权委员会报告时 声称他收到一封来自雇员公积金局的匿名信函 那袁怀哨当时宣称 这封信列明了大马机场控股公司私有化的幕后推手 还指控某一位公积金局员不但恶意对待下属 更涉嫌参与了大马机场公司的私有化交易 针对上述指控首相署部长阿沙利娜今天在国会表示 尽管国会议员拥有被控的这个豁免权 但他们必须对在国会提出的言论负责 更不应该引用未经证实的匿名信 因此阿沙利娜动议要求冻结袁怀哨的国会议员资格长达六个月 阿沙利娜说如果不做出这个决定 将为国会议员创造一种糟糕的文化 那就像国会下议院认可袁怀哨所做出的事一样 最终国会下议院以110张支持票 63张反对票通过了动议 即日起动结袁怀哨的国会议员资格 首相署部长阿沙利娜今天在国会提成动意 要求冻结土团党马张国会议员袁怀哨的议员资格长达六个月 不过土团党比鲁兰区国会议员罗纳见底起身表达不满 他认为动议中所阐明的事项并不正确 要求下议院议长必须公正处理 罗纳见底的言论随即引起朝野议员激烈辩论 随后阿沙利娜再度起立语气坚定的表示 国会议员身为立法者不应该凭着匿名信 就在国会殿堂上指控他人 经过近20分钟的记名投票之后 议长佐哈利最终宣布 这项动议以110张赞成票通过 袁怀哨的国会议员资格 即日起冻结六个月 随后袁怀哨在面子书上传了一张 和一众在野党议员手紧握拳头的合照 并写下明年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